本土疫情不見趨緩 接團客的餐飲業者 生意一落千丈 而臺東旅遊業也大受衝擊 近日也開始陸續接到退訂電話 旅行社表示 目前退團的人數正在快速增加 若民眾確定居家隔離 而無法參加行程 旅行社就必須全額退款 如果旅客因為疫情考量而退團 也會導致開團人數不足 而遊覽車業者為了避免違約 也必須虧錢配合出車 疫情不見趨緩 原本以為停過旅遊寒冬 但如今臺東觀光業 又要面對新一波的挑戰 伴隨疫情而來的大量退訂潮 許多旅遊業者也選擇自行吸收成本 不過還是鼓勵遊客將行程延期 也期盼疫情能儘快過去 原來的視訊 我本期要給大家看的台東視 才能報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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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